那么检查了以后水分、适度、便于切质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切呢?来看一下影片类型及切质方法 影片的类型主要是片栋丝块 那么这个片我们有称为极薄片、薄片和厚片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极薄片 极薄片的厚度是0.5个毫米以下 它适应于木质类药材 动物的小之类药材 那么像羚羊角、鹿角、苏木都切的是极薄片 薄片的厚度是1到2个毫米 适应于质地、质密、坚实 切薄片不易破碎的药材 像白勺、乌药、三棱、槟榔都是切的薄片 那么如果是切薄片易破碎的呢? 我们就要切厚片 厚片的厚度是2到4个毫米 它适应于质地松泡、粘性大 切薄片易于破碎的药材 像芙苓、山药、泽蟹、大黄 这些药材我们都切的是厚片 在切片的时候 由于药材的指定粗细不一样 那么我们为了便于鉴别 为了使片型美观 那我们有不同的切质方法 你比如说可以斜切 切成斜片 它适应于长条形而新于性强的药物 像芳草、黄芪、鸡血藤切的是斜片 它属于厚片的范畴2到4个毫米 植片也是厚片的范畴 它是适应于形状肥大 组织致蜜、色泽鲜艳 或者是需要突出去鉴别特征的药材 像这个白竹啊、大黄啊、天花粉啊 副死呀 我们切的是这个纸片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丝 丝有宽丝和细丝之分 一般来说 皮类药材啊 切的是细丝2到3个毫米 你像这个黄白呀 厚破啊 桑莱皮药我们都可以切的是细丝 比较薄的果皮类药材 也可以切细丝 像橙皮 而宽大的叶的药材 我们常切的是宽丝 它的宽度是5到10个毫米 常见的有荷叶、枇叭叶 段的长度呢 在10到15个毫米 一般长段充结 短段充取 是亦于全草类和形态细长 内含成分亦于坚出的药材 比如说薄荷呀、青芥呀、麻黄啊 都是切的断 都是切的断